但是哈馬斯現在呢 可以說他的一個手段之殘忍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這是今天在國際媒體當中 大家都不斷的議論的一張照片 這是哈馬斯殘殺了一名老婦人 而且他之殘忍是 他不但殺害了這個老婦人 居然還把他最後的一個照片 被殺害的慘狀 透過他自己的手機 上傳到他的臉書平台去 他說你怎麼會這麼樣的狠心 你都很難形容他們的一個狀況了 甚至還把他死者的家燒成灰燼 然後還拍一張照 傳到他自己的一個社群媒體去 他的家人看到情何以堪 目前為止我們看到了 哈馬斯他的一個徒村的動作 可以說是令人罰指 那還有很多的人質還在他的手上 要如何搶救呢 施聰哥 對 沒錯 是讓國際媒體現在深入到這些囤懇去 因為原本被哈馬斯占領 現在以色列進去之後 開始把他清除之後 現在開始看到很多他們被遇害的 這個人員的這些相關的報導出來的時候 大家真的認為說真的慘不忍睹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以色列 他不會是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他絕對會是十倍奉還或是加倍奉還 所以來說這個加薩走廊裡面的 戰事可能會相當的激烈 那麼過去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裡面來說 以色列為了要囤讓這個移民石鞭 所以他在以色列跟這個 包括說巴勒斯坦 包括說像這個加薩走廊這邊 或是在約旦河西岸這邊 他都有非常多的屯肯區 那屯肯區這種方面來說 他們有點類似是集體農莊 就是大家一起生活 然後在那邊一起互助生活 這樣一個屯肯區 所以他都小小小小的 人不多這樣一千人左右 對 但是都自己 大概可以形成一個算是小社區 然後可能自己有保護的 像這次不是有傳言說 有一個社區裡面 有一個女性的這個算是有當過兵的 他不是還救了非常多人嗎 對 那很多屯肯區 但是很多屯肯區就不幸是就被遇害 像這個一個屯肯區叫貝埃里這個地方 貝埃里這個地方來說 其實他大概約莫只有1047個人 結果沒想到他們 以色列的士兵進去之後 發現到說這邊至少 已經有一百多個人被殺害 所以等於十分之一的人口就不見了 甚至他們還濫殺無辜 殺了非常多的平民 那不是說還在卡法阿澤這個地方 有發現到40名的嬰兒的屍體 而且嬰兒都被斬首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想這個報導出來的話 註定了以色列絕對不可能會散了的一個局面 那目前為止來說 為什麼美國要派這個軍艦過來 剛才有明捷說到就是說 可能要恫嚇周邊國家 包括說像這個埃及 或是說像這個伊朗 甚至土耳其 另外一方面來說就是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有美國的人質被抓了 那當然目前為止 美國也沒有辦法知道說 是多少人質的這個情形 不過這個福特號的航空母艦上面 已經有一些美國的特種部隊 那甚至美國的另外一個 艾森豪的航空母艦群也準備來 所以當然他認為說 大局勢應該是美國跟以色列 可以控制住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為止來說 除了這個美國的這個部隊之外 以色列也會出動兩支這個部隊 一個是亞馬斯 亞馬斯來說 其實他就是說 以色列邊境警察中間的一個 負責反恐跟這個戰爭的行動 目前為止他們已經先到這附近去 把所有的人質能夠抓出 能夠營救出來 還有另外一支叫做野小子 他的名字叫做賽特勒馬特卡爾 這支叫野小子的部隊 可以說就是以色列 最精英精英中的這個精英部隊 所以野小子專門可以救 救這些被劫持的人 野小子的部隊 其實是以色列的 整個國防體系裡面來說 最前線的一支部隊 通常之間他都是要開戰的時候 野小子部隊就會出動 去偵查 然後進行一些所謂的 這個所謂圖刺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支部隊是 以色列最強的部隊 那這支部隊來說 現在也要投入了 那這支部隊有誰 我們跟他講 大名鼎鼎的現任的總理 納坦雅虎 他就曾經出現這個部隊裡面 甚至是這一次也有回到 以色列的班奈特 他們的前總理 他也是這支部隊出身 以色列的總理 至少有三個是這個 野小子部隊出身的 實戰出身的 以色列的總理們 都是這種戰爭英雄 像之前有一個被遇刺的拉兵 他曾經是 以阿六日戰爭的總指揮官 參謀長 所以你知道 你能在以色列能夠當高官 你沒有這種所謂軍事的徽章 是很難的 那我們就講 這個牽扯到什麼 因為這個納坦雅虎 我們講到說 他是野小子出身 他的哥哥也是野小子出身 他的哥哥叫 約納坦 納坦雅虎 這件事情來說 就是因為他哥哥是在1976年的 一個叫恩德培行動中間 唯一一個 衛國殉職的以色列軍人 所以他是以色列的人民英雄 約納坦 納坦雅虎 就是納坦雅虎 現在總理的哥哥 因為他哥哥是民族英雄 所以他才能夠在政治上面 一直呼風風雨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哥哥帶給大家的 帶給他們一家人的勳章 好 那我們講 為什麼要講到1976年的 這個恩德培行動 事實上在1976年的時候 當時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還是被美國定義為恐怖組織 他跟當時一個德國叫做 這個德國的叫赤軍旅 他們兩個策動一個計劃 這計劃是什麼 他們要載這個截擊 截擊因為當時有非常多 巴勒斯坦人被抓 他要用這些人質 跟以色列的談判 交換 所以他們結了一台 從特拉維夫飛到雅典 然後從雅典要到 巴黎的班機上面 他在從雅典起飛之後 他們就把這個飛機截持了 那截持之後 命令他往南飛 他也不跟你講話飛到哪裡去 先飛到利比亞的班加西 然後說加滿有的時候 再飛到恩德培 恩德培在哪裡呢 恩德培在烏干達 那烏干達為什麼 他要降落在這個地方 因為烏干達當時的總統 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阿民 所以阿民就同意他們來降落這個地方 我會保護你們沒有問題的 結果他們就降落在這個地方 那降落這個地方 他們就開始跟以色列談判說 OK 我們把這個飛以色列幾樓都放走 但是以色列人我留了一百多個 我說我們互相交換人質 以色列表面上跟他說好 但是當然不可能 以色列不可能同意這件事 於是他們就策劃了一個叫 恩德培的行動計畫 要去搶救這些人質 恩德培叫什麼 他們把當初恩德培機場的 因為他們現在人質都被關在機場裡面 把這個機場裡面製造者找來 然後你看一看 他們仿製的一個約莫是一個模型出來 機場的模型 對 然後他們開始在那邊規劃 什麼攻堅 怎麼一個狀況 然後後來在一個某個晚上之後 他們有決定行動 然後獲得 因為恩德培 它是個內陸機場 他們要獲得旁邊國家 一個國家肯亞 因為肯亞跟烏干達處得不好 他說OK 你可以進去 我們可以讓你借領空 你停到這個地方 然後從這邊進去恩德培機場 就偷偷摸摸的 沒人知道去救人 對 但是前提是 你要離開的時候你要把烏干達的空軍給我摧毀 所以以色列同意 所以以色列就來了 他們整個人是人士來之後 但是問題是你要怎麼到恩德培機場 因為恩德培機場 如果你空降來說的話 他們絕對會發現 所以他們用的方法是 他們從這個進入恩德 進入烏干達之後就開始開車 他們用開車的方式開賓士車 去接近 那些人就覺得說賓士車 反正你不是什麼東西 那很多 因為這種所謂的第三世界落後國家 空常開賓士車到機場 都是大觀險要 所以他們就鬆懈了他們之後 他們就進去 開始進行一個快速攻堅 幾分鐘時間 十分鐘的時間 就把那些所謂 這個策動的 相關的人士擊斃 然後把一百多的人子都救出來 所以成功救出來 對 當然在這個作戰過程 我剛才講了 約納坦 這個納坦雅胡 他就不幸中彈 然後就過世 所以他成為唯一的一個受犧牲者 但是他們救回來之後 阿敏當然是臉上無光 所以他怎麼辦 他後來就開始屠殺在烏干 在烏干達境內的肯亞人 作為保護 因為他就肯亞你讓他借到過來 但是無論如何 1976年的恩德培行動 是以色列所有他們解救人死裡面 最光榮的一個戰役 所以這個恩德培行動 在以色列人不叫恩德培行動 叫做約納坦行動 約納坦 納坦雅胡的名字 紀念他 對 所以你都知道為什麼納坦雅胡 在以色列能夠呼風喚雨 真的 你在以色列 你等一下就說一個故事 在以色列沒有一個家庭的 你找不到一個家庭 沒有一個人 為以色列流出血的